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要做一對拜壽伴舞 我們要做好玩的伴舞 好玩的伴舞就是說兒女是玩得下的 又不是經常打的 又不是經常扯火 要跟她玩一下 跟她笑一下 跟她唱一下歌 走音啊 走音呢 她的胎兒都聽慣你走音 她一看著走音 她就覺得很陌生 聽著走音的聲音 跟你一起玩 多點去哪裏 她是戶外的地方 跟她打球 游泳 踩單車 踢足球 打飛球球 每樣東西 當孩子喜歡那些東西 不等於她不打遊戲 但打遊戲會成為她的口象 她又會知道 原來世界上有些東西 是從打遊戲中 都差不多 她沒有玩 我不敢說 完全不代替了 但她的都差不多 每天她回來 她又會說 因為害怕的 大家知不知道 小孩子在打遊戲 或者小孩子說多一句秘密 小孩子在打遊戲 就是逃避舞的一個方法 正如很多男人想逃避老婆 老婆回家時去看報紙 買東西的時候 她說 為什麼老婆老婆說 一放空回來 為什麼老婆經常摊上報紙 因為摊上報紙 它有安全感 一摊開油 而且她買了 那些免費報紙 她都連著買陸奔 去買份 因為小的報紙 就蓋不完她的臉 所以陸奔雞 就買份大份一點的 一回來 老婆經常打開她 她就當作給她看報紙 然後她裏面 就是防空洞 就躲起來 小孩子打遊戲 也是一樣 小孩子打遊戲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其實她是逃避父母 因為她怕跟父母溝通 開心扯火 她不想碰到你 是保險的眼神 不想碰到你 那樣東西 她是打遊戲 所以如果想小孩子打遊戲 我們要令到 第一 父母是好玩的 父母叫做玩得 父母要是唱得 父母要是笑得 英少女是笑 像師長這樣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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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個教會 可以自由一點 說一下這些 我們是笑得 玩得 跟著要是吃得 跟小孩子一天吃飯 要開心 剛才我講的 在吃飯前 跟他玩遊戲 他會放在吃樂歌 說故事 那樣子吃飯呢 那樣子吃飯呢 你又記住了 因為他在中谷 香港人 那樣子 那樣子吃飯呢 是不容易的 父母都很忙 是吧 難不得有一次 真是一家人 整整齊齊的 爸爸媽媽 小朋友在那裡吃飯呢 第一 真的不好 就有個電視來做第三者 你看 關了個電視 然後一幫人呢 又開心的吃飯 吃飯的吃飯呢 又要學他們 跟孤子所教的一部分 食不言 那食呢 是叫做食不言老闆 那食不言呢 食呢 有一兩個話題就好講 就是公佈了 不要說著 你說剛才還有呢 六行字還沒寫 留下食不言才說 食不言才說 食不言 沒有說那些東西 說些開心的東西 你那天你自己發生開心的事呢 新聞裏面的一些趣事呢 他剛才校園的一些趣事呢 你可以跟小朋友說這些事 好了 用了這半個小時 九個字呢 一頓愉快的晚餐 就令到孩子呢 就進入精能量的狀態 對不對 那精能量的狀態 因為他享受到 爸爸的愛 媽媽的愛 媽媽的親節 回到來 又嘗嘗他 又鼓勵他 好了 那你說 那是不是整個晚上開開心心就算了 當然不是 是不是 那食完飯呢 是要做本禍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呢 每日生活的時間呢 食完飯之後 然後我們呢 就再飯多 十五二十分鐘都可以 對不對 他有沒有影響消化 對不對 那麼呢 又可以跟朋友玩什麼呢 那我就教一下大家 如果是五六七歲呢 就跟他捉一下棋都可以 捉一下鬥獸棋 飛行棋 波子棋 那你家裏呢 就要買幾倍的棋 在那裡 那小朋友在捉飯棋呢 那他呢 就思想很敏捷 一些人 再大一點呢 會捉象棋為棋都可以 不可以 不過你一開始呢 就說定 大概呢 到七點半 六八點鐘呢 就要玩完了 對不對 我們要玩得 但是又要玩完 對不對 不可以整晚玩 好了 到這段時間呢 我給你一個提示 對不對 其實你一預計的時間 就預計十分鐘走盞 因為可能要玩到個高載 玩完了 那小孩子又不可以 那你呢 就提早 講早十分鐘 一人十分鐘就走盞 最後一波 那些大家都試過 最後一波玩完 最後呢 最後又最後 那你給兩個機會 那玩完呢 那你又學一句話 大家要學這句話 又要學 我們在家裏面 特別十歲八歲之下的兒女 大個都是這樣 我們不要時常說 就是你你你你 你要做什麼 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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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與你 的分別 就不要太強調 我講話 你要聽 我講什麼 你都要做 我什麼你什麼 這個形成一個 分別的對立 多點怎麼說呢 就是我們 我們 好了 我們玩 我們玩到八點鐘 玩完 對不對 我們今天要再玩 對吧 我們今天要再玩 對吧 我們現在要去做事 我們 剛才講 媽媽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 我們玩完了 你玩完了 你玩完了 你做事 這時候你覺得很孤立 一笑你 我們玩 我們 我們明天再玩 好啊 好啊 我們要受自卑 明天再玩 或者是 一會兒 一會兒 你時間多玩一步 不行 我受自卑 九點半晚 不過呢 我們現在玩 我們要做事 孩子有孩子的做 媽媽有媽媽的做 爸爸都要做事 爸爸我們都要做事 我們都要做事 對吧 你進去講自己 分教你的事 大開口 你都會講 爸爸都會做事 孩子覺得自己和家人 不是說 我做很淒涼 很孤立 我自己又去做功課 我們一起做 其實做的時間 是笑笑口的 做不是懲罰 現在不是坐牢 做的事 是很正常的一部分 你做 有人跟他說 現在是七點半 你玩完了 做到九點鐘 九點鐘 可以再擦他一會 對不對 如果小孩子來講 現在讀到小學 小四、小五 我的意見 就不要遲 十分鐘 一定要睡覺 如果你要玩 就要半個小時 九點半 就跟他玩 玩陣 如果是基督徒的朋友 或者你有興趣 我們用基督教的方法 你可以預留有十分鐘的時間 你留下時間 一起唱詩歌 都好 我記得我大太 我兩個兒子小的時間 家裡有個幫助 我太太到九點半 就說 把家裡的幫助很相似 有一、兩年 我還說 一天有琼聲 然後我老婆 兩個兒子 在唱歌 唱一、兩首 叫爸爸出來祈禱 他就說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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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完 大家睡覺 十分鐘就 祈禱完 你不用怕太久 唱一首詩歌 簡單地祈禱 我懂得祈禱 不要緊 問問張牧師 張牧師 有一個叫做 父母祈禱的操練 他就說 我又一句 你一句這樣 教練 大家又說很簡單 就為兒女祈禱 兒女的心很舒服 因為整晚 他感覺到媽媽媽媽的愛 感覺到媽媽媽媽是好玩的 但好玩之餘 媽媽媽媽有要求的 他六項被寫完 是要寫的 但是要求是用溫柔的方法來做 做事的時候 你一起做 媽媽說 他寫完這個行字 還有寬情數要計 還有英文 一個書要問 不過不要緊 媽媽信不過你 一定會做完 你不懂得問我 媽媽現在入行 媽媽有些事要做的 可能你是做老師 你要改譜 或者你是做會計 又要上網 又要做客戶 然後是做了一部帳 那大家都有 不過有好一個時間 某些判斷大家又做完 那你一輩子 帶著睡覺 你又有行 繼續做你的工作 但是孩子 又能夠很安睡 如果這樣長大的孩子 那你問 吳先生你這樣都這麼美好 那這些孩子 在香港的 這麼大的競爭之下 會不會他太舒服過頭 他失去了 是鬥志 他會不會 進不到香港大學 中文大學 他進不到什麼大學 你心中又會有這個 旁邊那方 沒錯 他們可能 是未必有一種快樂的童爺 但他們找到食 他們能夠 一級的女兒 那樣東西 你很多級的 心中的擁抱 大家一定會這樣想 我已經遇到了 對不對 不過呢 你想想 有兩樣東西 說回剛才 二重成長心理學 香港人 不信了一件事 香港很多殘言 很多謊言 說來說去 第一句 剛才說過一句 對不對 剛才說過 第二句的殘言 爸爸媽媽媽的聲音好聽 要買別人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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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才好聽 這是第一句 準確的 你說些買來都不重要 不過不能代言 不代言 看爸爸媽媽媽 第二句的殘言 又說是 撿書下 慘過敗家 那小孩子 不知道為什麼 他發言 這句說話 就是贏在喜跑性上 每個人都說 贏在喜跑性上 那小孩子 最近有個說 哎呀 有個嬰兒 不知道哪個嬰兒 認識多少個英文字 哎呀 這個好威呀 死呀 他吃那麼多 我兒子吃ABC三個 我怎麼搞 這樣就輸在喜跑性上 大家就讀心理論 很害怕 你想想 什麼叫贏在喜跑性呢 真的 如果你的運動會 一個贏在喜跑性 其實就等於他偷奉 對不對 人家那個人 那個 那個法律師 那個那個 還沒辦 那他感覺出來 他就贏在喜跑性上 但通常 就叫他回家 回家 人家的喜跑性上 贏在喜跑性上 贏在喜跑性上 其實是一個假的說法 因為世界上 不會有人贏在喜跑性上 因為第一 人生 好像馬拉長的一場賽跑 學業 都是馬拉長那麼長 那誰會贏在喜跑性上 中國人 就覺得很現實 小事要料 就大未必皆 的話 西哥很聰明 那麼你 你如果世界上 上天給人的智能 有時都挺有趣 正如健康一樣 對不對 其實都挺平均的 如果你小時候用得多 大過你就會少 對吧 所以如果小時候沒有 大過又會這樣 有時候很奇怪 你小時候 他很聰明 其實他 到後期他很淒涼 因為我們要儲備 所以第一 人家的喜跑線 就是膨脹 他還要什麼呢 就是保持他 是一個正常的動力 有些孩子 的確他去到 是很遲而才發揮到的 有些他在某個處境 我又給一個實際的例子 我不是說 要鼓勵一些朋友 一定要讀 是Bang1的學校 絕對他們 雙其自然 他讀到Bang1的 他不讀書都會 是Bang1的 恭喜你 但如果他有些讀書 讀到很艱難的 因為他的智能 那樣在那間 還未發揮 他暫時不進去Bang1的學校 在那裡 他拿到成就夠 他進去 他能夠考第 考第十 好過他 進去一間Bang1 讀到是差不多精神輸藥 他都是考第三十年 其實很慘 因為他說 他在這個階段 讀Bang1 因為他有自信心 他讀到高中 他又會突起猛盡 好像我那個大兒子 我們講了一些見證 我那個大兒子 他就算了 爸爸 就是我的成長基因 一路到十六歲的時間 都常常考第三十幾 如果他的成長基因 還多一點 他考到十八歲 都是 考到三十幾 當然在香港 他報道大學 他就不得了 是不是 你送他去外國 去澳洲 他就選了自己最喜歡的那一科 叫做政治 他很喜歡做政治 他就說要選一個社民 有時常都說 比人民的力量好 現在都是這樣 發出一些 Facebook 他都說 Temple Sower Temple Sower 不過第一次 他的學期試 他考四科 三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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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考了一次 他讀了十幾個書 真的沒試過 考A 除了有一年 每個體育科 不知道考A 其他學習科 他從來沒有A 如果都是勉強過關的 反正就是一、兩科 不合格 但是那是如何呢 有時要給他機會 他選到自己的興趣 他突然突然被猛進了 我想起我小時候 我知道中三 我都是三、四科 不合格 誰知道去到中四 回到第一 嚇到那些老師 要查詢 為我的出發 誰知道他們一派評分 所有歌 是地理、數學、物理 全部都是八萬幾多分 這樣就沒有歌詐 他就沒有犯法 他就沒有犯法 他就出貓出了文巡 他認命 就是 終於這個胡思源 修成正果 是吧 他自己是甚麼 不掉之外 學期就嬌我的頭 學期就跌倒去考第四 但是之後 那都是考第十幾代 因為知道中六分裂 都是這樣 這個老筍 就是回到三下 各位 我想說 大家的兒女 只要他小時候 他有一個快樂 幸福的童年 母手是過分的壓 和父母關係 是要和諧和良好 身心靈是一個健康的狀態 這個主要 他身體 要健康的 不要常躲在那裡 心靈 心理是要健全的 要正能量的 他靈性是要充沛的 這樣這些小孩子 他到了適當的時間 就是上天給他那個時間 他一定會發力 所以他現在中學 是讀Bang 3 不重要的 只要少少 他能夠是讀得正常 讀得開心 他將來 他一大過 他會讀 你會說 那我進入大學 如何 他進入大學 那又怎樣呢 好了 我當他是做社群 看出來 我的大兒子 從中度那一年 他都做了小器工 都是社群耳 做了十二個月 整天要當夜間 但是這兩個月 再看一看 我們很感恩 對他非常大的一個神像 他學到 什麼叫做 代客之道 什麼叫做責任 什麼叫做勤力 什麼叫做忠心 但是這兩個月 他進步了很快 因為他呢 就去做 社群耳機的書店 我們會覺得 哎呀很醜啊 你去做社群耳機 只有二十元 那時候他有最低工資 那他入間就二十元 夜間就多兩平 就是二十二元 但他為了賺多兩元 時常都會申請做夜間 這兩個月 結果他賺了 都賺了幾千元 那他做夜間 他做一個 是很快樂 學中心的一個人 那各位家長 我們做父母呢 最想自己的兒女是怎樣呢 最想兒女呢 就是他一生 是一個身心健康的人 講得簡單一點 就是一個正常的人 今天這個社會呢 很不幸 太多是正常的人 太多呢 對生命呢 感到很有興趣的人 太多呢 是做事呢 是充滿埋怨的人 你說我上去進大學 我不是說 那些人讀大學 我現在都很希望呢 我小兒子能夠在國讀大學 因為大兒子 澳洲豪未貴 現在呢 我經常去讀這些講座呢 因為賺多些錢呢 但是就算是這樣的 就算他這個小朋友呢 他讀不了了 他出來 如果他進大學 做甚麼工作 但他是一個不開心的人 那又怎樣呢 他社會很多的人 很多人呢 你見香港人呢 有甚麼事呢 就是時常充滿的怨氣 你今天叫做正能量 香港社會就是充滿的 叫做負能量的一個大社會 每樣東西都懷怨啊 每樣東西都開心啊 大家有參考過呢 那些是去東南亞 或者是中國 哪裏呢 那些旅遊團 大家一定參考過那些旅遊團 無論是五千元 一萬元 二萬元 西歐啊 那些東歐部 大家一定留意到 香港人的旅行 就是由起飛機 至到下飛機 十天都是不斷懷怨啊 對不對 為什麼要在這間的位置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在這間的位置 不撇兩棍一起坐 為什麼這間的旅遊團 為什麼要在這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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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是很奇怪 很容易會開心 太六千元給你都不開心 那麼他麻煩呢 他要填表 他要做麻煩 他要做麻煩 每樣東西都很麻煩 如果我們的人類 他將來做人 他一定面對人生各樣的衝擊 他將來的婚姻 將來的家庭 將來的事業 將來的工作 將來的社會文件 將來他也可能會遇到 他沒有大大小小的意外和疾病 最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我們的人類 他是一個正能量的人 就算是時不與我 他不一定在二十多歲 好像其他人進入大學 可能他的社會要做幾年工作 等到他三十歲突然覺醒 我們有時候那些婚姻 真的三十幾歲 都覺醒了 但他受權 他不會做那些 我們叫做責任 心理變態 會那些很正常的社交生活 拿一部手機去影響別人的底盤 他不會在各個地址上 用粗獲的行為 會查一些歷動 又會是宣費用底 會每件事把自己的生活是便宜的 我們就想我們這樣 那去過一個大學 當然就沒有恭喜你了 但如果你大學是負能量 大學是負情緒 大學是每件事不開心的事 那一大學又如何呢 大學又躲起來去裏廁 裝別人去廁所 現在香港也有不少 一位說不少 有少少的大學生 那很多人都不怕 那我們上去的領域 就是一個正常的人 心理健康 身體不錯 充滿活力 各種人有興趣 正如他由零歲到四歲 那個階段 每件事都會示範的 充滿興趣的 每件事都很生氣 病的時間 入到診所都要玩一輪 跟爸爸、爸爸有很多事情談的 心理很開心 就是很開朗 好像陽光的孩子 太陽的孩子一樣 我們希望我們的兒女是這樣的 對不對 對嗎 我們就做幽魂就是這樣 那你說行不行 我們用回規 用自然的方法就可以了 用正常的方法就可以了 剛才說的方法 那些方法完全免費 又不用錢 或者是不用錢 就是說 你說我們是要給一些錢 給阿滴先生 賺一下 或者給阿滴先生 我們開一些中心 我們很感謝你 我們都有收費的過程 你們都開心 不過你不來 下個房 我們也不一樣開心 因為我們做過程 不是說有賺錢 剛才我開玩笑 說你多說一些技術都好賣 當然有少少幫助 不過這個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就是兩個免費 你們不來講 我身上我都會理 因為我每次 我就很希望 叫做家長 聽完之後 我們是留神仗 但神仗很簡單 我總結就是 第一件事我們做家長 我們都要學他 是要做人的藝術 就是一樣的 我們學做家長 就是剛才是 李先生 和學師 張老師提過 世界上 是很少有家長的過程 我們不是說 考完牌 然後就是 爭埃權 特首 給他人 然後我們才批准你 就去行房 和生女兒 和女兒 是吧 那是很自然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學做家長 其實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學做人 先做一個 精精常常的人 先做一個精精常常的人 我們不要做敗獸 不要是失控 不要是這麼容易猛 那麼容易猛 那麼容易猛 我們怎樣做的原因 因為我們的心 很安全 我們經常擔心自己 原來是不行 我剛才跟大家說了 其實這個是錯的 我們原來是一定得 絕對得 即是說了 故事俗一點 就叫做得硬的 如果這樣可以 得硬的 我原來是一定得 那怎樣可以呢 我們原來是 孜孜而言 這樣長大就可以了 那星期六 不用太多 那些不是八個 一個起兩個字 否則你又省些錢 儲些錢 以後送他去另一道 讀書更好 那現在呢 又翻了這麼多次 然後撲來撲去 坐地址 又由這個東涌 然後轉頭 又去千水圍 千水圍又去觀塘 那他頭都會怪 他一定是不開心 不開心是責責男 不開心是責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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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我們自己 父母要學著 第二 父母自己 都要有正常的社交生活 自己都要有 我們不要 百分之一百的力量 用在婦女的弊毅和焦慮上 這個都不疑惑 對你都不疑惑 你遲早都會精神分裂 那我不是要下牌膠嗎 所以你聽完之後呢 你又建立自己 有正常的社交生活 自己都要 間中呢 有一些朋友 聊天 間中呢 去看場戲 間中呢 去拍下拖 間中自己呢 去旅行 是吧 有正常的生活 有正常自己的學習 有自己在生活上面 有些情趣 自己做家藏都會有些情趣 如果沒有程序呢 乾爭爭弄呢 乾爭撒哈拉肉呢 那你很容易一起 會入海鹽山的消毒 學一聲 那你都要有些知用 有些知用呢 有些文學修養 看一看戲 自己去捉一下棋 自己去讀書畫 有些東西學一下 或者星期六 星期日呢 就要去踩單車 或是大埔或是去踩去新陽棚 那你自己都要有這些活動 最後一件事呢 我們呢 我們呢 我們將一切的 煩惱的事呢 就要交託給 我們的造物者 去造物主 這些務主 我剛才說的一個 是生物學的問題 是吧 我們的兒女呢 是造物者 是賜給我們的禮物 但我們的造物者呢 不關於錢的禮物呢 是給父母啊 每一個人 自己都獨立地 是我們的造物者的兒女 對我們呢 對我們的 兒女要有信心血帶 因為他也有個大佬照著 大佬哪一個呢 就是做他那個位創造主 那我們又怕什麼呢 他自己會執生的 那樣東西 我們呢 父母呢 什麼東西呢 你為他做完 我們鼓勵他 他自己會成功 而女人會執床 他會做喇叭 會做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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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女人會擺送 他會擺送的 你們也會擺送的 你不想的 他會擺送 而你也會擺送到 你不肯擺送的 他也會擺送的 做物語是有信心 今天我帶了一本書 稍後就說廷先生講完之後 稍後大家可以買一本書 剛才提到一本就叫做故事史珍珠 這本如果你的年齡是三、四歲之前的父母 你就不看了 裡面有很多故事的個案 以及講故事的技巧方法 大家就可以買 另外我自己有兩本 即是說是親子的 其中一本就叫做採根譚 在中國叫做採根譚 教練是故事 另外一本叫做故事珍珠 給什麼名字呢 這些三本書 因為今天這麼高興的場合 存過半價 那就是二十元一本 所以一來講不是為澳幣 即是一本 大家一家就可以買 如果買到好的書 你興知所知 好像都很久以前就簽個名 這樣就無作紀念 好 我將時間交給一下 楊珠宇先生 謝謝 我們主人家要感謝陳思元 帶一些書 價值很便宜 但內容我想跟大家很大幫忙 記得研究一些事情 講故事 我們很多年就說很大幫忙 但那時候我就不代打平覆 反正我就考慮大家的問題 然後我就查到詩元說的那些 第一件事就是詩元說 世界上我們小孩子最喜歡的聲音 是誰的聲音 詩元說的 誰的聲音 媽媽的聲音 爸爸呢 爸爸你喜歡嗎 因為我最喜歡的 因為他經常在我老婆的肚子裡 小孩子 怎麼有聽過我啊 小孩子的聲音 好像很久很久 他都聽過我的聲音 所以我在胎教裡面 什麼聲音都傳給我兒子 那媽媽的聲音是好聽的 大家同意嗎 同意嗎 同意嗎 那一次呢 在家門口聽過我的聲音 為什麼呢 小孩子 小孩子 好洗澡啊 好聽啊 小孩子還沒洗過 小孩子 小孩子好洗澡啊 小孩子 你在家裡聽到的 小孩子 小孩子你怎麼不洗澡啊 你認識更 他的錢金錢 小孩子去拿那個衣服之後 他就沒有洗澡 因為他已經死大了 所以 是不是被他用的 要想清楚 那麼這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 在我們家庭生活溝通裡面 我們父母很多一些不開心的事情、情緒的事情 和兒子在相處裡面 是破壞了我們的親戚關係 剛才的說話的聲音就是要入親戚關係 第二個親戚關係就是 實際上的學習和成績人 老子孫書員說這些功課 他就教我們 第一是回去說什麼說話 你回家開門口 第一是說什麼 你回家開門口 第二是說什麼 你回家開門口 第二是說什麼 你回家開門口 第二是說什麼 第三是說什麼 三學做了 三學做了怎麼說 這麼聰明 這麼聰明 三學做了三學 就在七學 不用做的 不用加都可以 鼓勵她 正面一點 很多時候我在家聽到你們的說話 當中很多密書 抄寫 考試 是每樣都煩惱著我們的家庭生活 跟著是破壞了我們的親戚關係 第三個東西 這個很明顯 我看上去的樣貌 很多敏僵在裡面 大家的情緒都很波動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樣 一 跟孩子的溝通 對孩子的學習 和你的情緒做得好 我相信就是一個好的親戚關係 如果拿著這個好的親戚關係 你們有一個正能的 我不多說了 我只是從屋間 書員和大家講的地方 我們就有少許時間 哪位家長 哪位朋友 如果有興趣可以出門 我們有沒有麥克風給我們現場的朋友 有沒有麥克風呢 有沒有麥克風呢 有來自信義會屬下的服務單位的正能舉的手 比如包括中心啊 或者一些團體啊 來自信義會的學校的正能舉的手 學校很多了 在街裡面看到物理環格或者宣傳 參加的正能舉手 OK 好 好 我知道你來自哪些 是 以後可能變得了 我都知道了 好了 這時候呢 我們請完屋子出來 我們兩個朋友呢 盡可能回答大家的問題 因為時間就不是太多了 大家得足時間了 有問題的請給他介紹一下 我們就可以 有朋友呢 就給大家一個分析 好 先給大家 好 先給大家 裝備啊 第一個問題 請記憶室吧 介紹一下自己的問題 給正式來錢 謝謝麥芳 哦 這是一個問題 都不用明白啦 不用逼他就說得好 誰想的女生 不用逼兒子就說得好 這個不是一個問題 你請他出去教我 為什麼他不用逼他就說得好 對不對 師傅怎麼樣 他兒子的問題就說 逼他呢 逼他就關係不好 逼他就好 其實怎麼解釋呢 我明白了 這些是常見的家庭 你正面來說 當是家中還是情趣也可以 如果我呢 我會怎麼做呢 坦白說 我們都是輕輕緊張一下 兒女墨書的表現 對不對 這個都人之常情 不過第一樣呢 我剛剛留意到這位媽媽說 就說她要看電視 我們先呢 如果我們的兒女是七八歲之前 你搞到她很大 才跟她在那裡捨火 就很困難 我們要建立一個在家 叫做開電視和不開電視的時間 這個一定要 當我兩個兒子呢 從幼稚園升小學 我們就跟她約會三張 在家裡呢 我們是有一個黑板仔的 黑板到夜晚的時候跟她寫字啊 玩仔呢 玩仔呢 很喜歡跟她玩仔 那麼我們就寫完呢 叫做提示時間 每天呢 就是五點半到七點五鐘 有過半鐘頭 那麼其他時間呢 我們也都是跟家裡的工人呢 說定 當時因為我兩夫妻都是我們相職父母 我們跟工人說定呢 就是絕對不開電視 那都是感恩呢 那我兩個兒子呢 她都接受的 事實上我也都知道呢 那麼多年來 她們基本上是沒有破壞我的時間 那我就跟她說定了 所以就不會說存在著 在墨書的時候看電視 墨書的時間呢 一定就在電視時間裏面 是不是 我們不會說 她們看得慶祝采念 突然那些父母呢 就抽到她的肩膀 現在是墨書 那麼這個是你的問題 因為做父母呢 我們都要知情識趣 不要說她們在玩著 你就叫墨書 我們要分開 玩有時 看電視有時 墨書有時 那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如果你的兒女呢 這麼聰明啊 她們說 你不要跟我吵了 我自己都認識了 那我太白說 我都同意 第三件事 如果我們心中知道兒女呢 她都差不多四七八八了 那說了就節省了 那大家開心 不過如果你說不是 我有一點懷疑 那我的方法呢 不如現在呢 媽媽和你玩一個遊戲 我呢 就試墨呢 是三句 你試墨就玩吧 這個不是說我現在不用那麼緊張 那些絲墨 我們玩的 看看三件事 那墨完之後呢 因為要玩的 那要令到這件事好玩 那你呢 就墨回媽媽三件事 那這個很公平的 那我呢 就看一看五書 例如有三個三字 Apple那兩下的墨 跟著orange的墨 跟著呢 就不知什麼什麼 那墨呢 我去找這三個 跟著呢 我就坐在那裡 我就給那些墨回那三個字 但中英都沒問題 那這些子女覺得呢 就挺好玩 那有時候我們要想想想 但是現代父母呢 就算是沒有勞氣 我覺得 就是可以不勞氣 就盡量不勞氣 我亦都說得很清高 絕對是不會勞氣 不過可以不勞氣就不勞氣 可以玩得開心呢 就將所有的東西 轉化少少一變 唯一是好玩 有些東西可以的 全部東西都很嚴肅 有些東西真的可以 例如說 白書 那你墨我三個字 我墨你三個字 都比較好玩 我兩個兒子小時候 經常用一個門墨 墨一墨 墨一墨 當然這時候 這些小孩子很有趣 他被開竅呢 這個大家要預賣一點點 如果你的兒女 你墨了十多字 他是懂的 那他同樣 十多字 他墨適合 這就恭喜你 但是世界上 很多小孩子 包括我自己小時候 和我兩個兒子都是 為甚麼剛才我十個字呢 他突然坐回五個出來 但是我們做父母 就不需要太緊張 因為我們新想 昨晚他都認識的 其實這件事情 他不會認識的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小孩子回到下半 他不認識 他忘記了 這就不是大分別 總之他昨晚都認識 我們都要 因為我們的兒女 都可以 不過剛剛不知道 有些什麼階段 我們有些什麼獻家問題 那些很奇怪 但是呢 你從一個笑的角度來講 其實都是生活 某種的情趣 來的 盡量大家不緊張就行了 好嗎 好 一會出來拿雜誌 我有五本 五本呢 給他送給你 我可以讀書 都溫暈的看法 關於功課的問題 以前我兒子 就讀半日制的 回來之後就讀功課 好正常 後期之後 學校做了全日 就是我很開心 因為呢 學校已經做了所有的功課 反正也沒有功課 所以呢 那個兒子 就選了一個校 一砍 他砍一個砍 就不用做功課了 因為學校已經做了 這個就是一個口射的 很開心 一個學校這麼做 所以他考學校 就認證了 會不會在學校做所有的功課 所以學生的功課呢 老師幫他搞一條學 不用你搞一條 第二呢 學校的問題 剛才讀書原來的 用一個遊戲認識 小時候就幫他 習慣了自己的口課 另一個問題 為什麼呢 他每天讀書 那些小孩覺得 是為媽媽而默 又為我自己而默 那是明明的道理 現在我要默書 因為媽媽要我拿成績 要我拿點點 拿幾個分 好像我做了一件 是為媽媽而做 這樣一定做得不好 沒有自發聲 但我覺得 這是你自己讀書的習慣 學習的需要 或者你自己的責任 他自己又要做 二、三級班開始 我都沒有跟我的兒子和他 去編集默書 他全部都自己搞了 回出來七十分 又多好 六十分又多好 五十分 都不錯 合格 因為為什麼 默書的東西 都是一種的 練習 你說默書 剛才吳書原說 廣漫學得很好 第二天又不知道幾個字 你試試 他這次拿到一百分 你第二個星期 再給他多一次 他給不給中間一百分給你 所以無謂講求一些比較虛的東西 所以 慢慢畫書 是變成他的責任 好過他為你得到他的分數 這是沒有意思的 為你而做的分數是沒有意思的 是他自己的責任 這個責任 慢慢地承擔 他一定能達到一百分 九十分幾乎 他整個責任 他努力去做 或者很多合格 我就覺得有點不足 好 有沒有多個問題 嘩 有三本書 好了 我們答得精簡些 讓他們多些問題 好嗎 請你起來介紹一下 我有一些問題 是 就是 如果家裡有些親戚 經常都跟小朋友玩的時候 就說 死蠢啊 死開啊 就說是有叉燒 那些 作為我 我還是我 那我怎樣可以引導小朋友 或者怎樣可以跟小朋友 親戚通通 你介紹一下親戚 是奶奶 或是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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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爺 我老公那邊 你老公那邊 是啊 那些阿姨 那些 但是他就跟小朋友 玩得很開心 一邊玩著 一邊說 你死蠢啊 然後又說 小朋友是叉燒 還是飯 他玩還是罵 一邊罵 一邊罵一邊罵 那邊罵 OK 雖然怎樣 叉燒 所以 如果這些話 這些戲弦 又不是說 太大不如 我覺得 第一件事 你要密切留意 這個家長 下一次的講座 那你就要邀請 各位親人 帶他來 好嗎 那下次 就一定有解答 第二件事 其實你都可以私下 他聊天的時候 跟他用 開玩笑的方式去講 就是 那時候 你都會這樣說 這口是喉嚨 那你可以自己說 那次我聽了一個講座 有什麼講完 就這麼說 那你就這樣說 別人的說話 當作是聊天 跟他講一下 他調解多一點 都不重要 不過最重要 之後你再跟你說 很可愛 剛才是阿伯阿 他就是阿伯夫 他有時候他很喜歡 就是講笑 他說 他死蠢 就代表另一個意思 我相信他 就代表另一個意思 就是他還是一種 是慣性的語言 他不是惡意 最重要是 就是讓那個兒女 他明白 不過我想 如果聽你說 他當時那個語境的狀態 其實那個兒女 心都不會那麼接收 就是我覺得 這個問題不大 沒錯 跟我兒子說 他說你叉燒 或者說你漂亮 好味道又好吃 你讚他 好 這位前面 給你吃三媽媽 這位女士 請 你介紹一下自己 很多人自這區 我都叫 自這裏培心村 我本來搞業 本來就升中午了 經常都是 很多家庭生活問題 出現了 跟她說 那時候 怎麼會 現在又不記得 關你不關你事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就是這樣 近來 當時 很多同學都差不多 是衝突 即是說她 她是同學 她們跟我擺 是 近來 近來 有朋友 來電影 給我打電話 明天我都 身邊擺了 一個鐘在這裏 自己聽到 我聽到過路 會影響 他們 我打算 我差不多都會收點 擺了一個鐘在這裏 那時候才是十點鐘 九點鐘 是十點鐘 然後她就 九點半鐘就睡覺了 然後起床出來 睡覺 拔了我的電話 拔了我的電話 接著她到我 很剝衊 把我的剝衊的門戶都失去大道 我感到她的情人 我真的不懂 一不止她處理和她的教授 她說不關你的事 她喜歡怎樣 就怎樣 她從來都去擔憂 青春的那些年輕人都發 雖然怎麼處理 這確是有些的階段 我們是理不到這麼多東西 有些階段 我們有不可能 她已經是十七歲 她在牛高馬大了 你拔她電話給她 拆回她 你又收到她 她又說那樣 我可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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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誰是整理 她已經是一個很獨立的成年人 在這個階段 如果父母說一句話 一言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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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覺得在這個階段 第一 我們做父母 都沒有的話 就要自己 找些娛樂 不要把我們所有的 那種的心懷意念 都棄在她身上 她說你不理 你又真是可以不理 但你不理 不想和她做仇人 你一樣是她的媽媽 一樣和她一起吃飯 一樣會關心她 不過她說你不理的事 你也無謂跟她說 你明白嗎? 因為你仍然是 對她有禮拜的 仍然甚至乎 有時候如果大家是Global的家長 甚至會鼓勵大家 你可以在夜晚祈禱的時間 都特別一句起兩句子 就為你的孩子祈禱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用祈禱去說她 不過她說 現在將我們最愛的孩子交給主 希望你給她學業各方面有進步 對的就行了 這一定是讓孩子知道 在媽媽的心中她仍然是很重要 不過她其他事情 夜晚要煮粥 夜晚各樣的事情 的確理不到我們就不管了 可能過了這個階段 她可能兩年有三年後 她的路上就藏起來了 她的情緒就會變化 然後她就會珍惜和媽媽回來 這個舉一個簡單例子 就像我們放指標一樣 牌子呢 有時候那個指標 好像飛到網上 因為我們看不到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保持 加上那條線 那條線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對她的愛心是不變的 只要愛心不變 好像見不到她 甚至她好像說一些不經的說話 但一到時機 那條線是在那裡 讓她收回 最不好就是 我們叫她的兒子沒有了 我們當她沒有了 當她沒有生過她 就要將那條線自轉 這樣就最可惜了 但是人生有些階段 我們是要這樣 只要打完線就可以了 仍然對她有信心 仍然愛不變 但是呢 這個我補充一兩句 其實這個媽媽很擔心 這個呢 雖然太擔心 青春期的一些反眠的行為 你回想你自己 十五、六歲、十七歲的時候 都有很多這些行為 所以現在是一個正常 一個過度期 不過這個過度期 是有一個風浪的 大家要看 我只是直接說 不是針對媽媽媽 是直接說 那時候我們特別留意 知道明白 青年人青春期的需要是甚麼 它需要呢 不是你說的 所謂照顧 所謂你說的關懷 所謂你所謂的愛情 它所需要呢 就是它有空間 它要學習自主 給它們尊重 還有給它們信任 給它們嘗試 這個是很重要的 它不喜歡你安排所有的 它覺得它是自己自主 因為這個是它成長的動畫 向成熟的 它想做多些自己的東西 我們把爸爸媽媽又擔心 你做不出來的 全國的朋友多 或者提議很多 這個是沒有必要的 還有野外反感的 譬如你剛才說 剪個鐘 放在他旁邊 讓他聽不懂 讓他警惕 不如時間晚 這個是用心良苦 希望讓他提醒他 這個是反效不好 所以給他空間 倒轉 對不起 補充一點點 可能離得遠一點 家長的意思就是 他家長自己說電話 他都很擔心騷擾到他 噢 那他放個鐘給自己 一仔 做了一些行動出來 OK 好了不要緊 總之剛才我講的大的原則 那如果有什麼方法 我們可以 因為媽媽 你可以和我們這些 小朋友 可以再私人看 一個方法 去其他地方 因為我們未必會 很失衡到幾個情況 但青春期 一個過渡期 有些耐性要做 但我覺得出發點 是從小朋友的起步 他的需要 考慮問題 好過我們自己 好 好 剛才我們看到 還有一件事 是手的 是 你們好 武漢我們 我兒子才五年級 我們今天 就叫他做些工作 他爸爸說 教他 誰知道 你和爸爸都不懂得教 老師才懂得教 他才明白 老師說他才明白 我老公教他 他才明白 你教他他不明白 是啊 你是不是搞得很複雜 那說一下 就是火箭 他懂得教大空 然後就多心 你怎麼 你真的不懂 你真的不懂得教 對 我老公 你懂得教大空 但你說他不明白 OK 兩件事 我當假如假設 真的大家不懂得教 那件事 你不懂得教他不明白 那是很自然的 那已經很正常 那唯有大家 如果想被自己發揮 去補賺那些角色 或者你認識的時候 就是自己 要多維一下自己 去明白到哪裏 你自己去認識一下 那以前呢 我們有些過程 給那些家長 就是真的 那小學生 讀了那些文書 我們教大家 那些文書 那以前他就可以 在家裡 發揮一個角色 那如果你想做這件事 就是要懷疑要這樣做 第二個情況 就是他可能那一句 哎呀 你老公 幾個Math文明 其實可能不可以講 其他情況 那這個就是 親子班 那剛才我們說的那些 我們在學業上 功課上 麥書上 不要造成 破壞我們親子班 就算我們今天 傻宿組織條數 明天麥書 拿到100分 這個課宿裡面 破壞了我們親子班 那我不覺得值得 所以大家用這個來 重要一點 那於是功課的東西 慢慢慢慢 我自己有經驗一下 由子女自己 免得責任 這是他的責任 OK 他做得不好 或書不好 其實不需要我 很大聲音 老師也會怪責他 他同學之間 都會給他壓力 那變得他自己 承擔責任 好過他們的功課 或書 考試參與傳統 好像為我做 那他覺得 這個是很意義的 那不如給他們一個責任 慢慢接收一個責任 來自發車 那不如大家用這個 好 這邊就是兩位朋友 的問題 好嗎 可不可以 看得出來呢 前面應該是 那一位 那我小朋友 就六年級了 那成績都挺好的 那最近 就常常這樣 因為喜歡Yellow 聽著Yellow 或者一邊聽著說 那些笑話 那些電腦 那些電腦 一邊做功課 其實我覺得他好像 是不會專心 但是他就說 他這樣是處理得到的 是可以的 那我應該是 那我應該是 那我就覺得 一生不能義勇 那他其實沒有問題 一邊聽歌 一邊聽笑話 一邊聽一邊做功課 但是我覺得他做什麼都做不出 那究竟是誰 他相信他 你這樣說 那我認同你 交給他彈油 你自己去做好 他好一點 但是一定要 不要看音樂 就是 禁止他 不可以壓身容 這個只有一個問題 而且就是 因為他做了寫日記 寫作文的問題 他就經常覺得 我都做不出 那我就等到 他都仍然在作文 他是有責任 他會完成 但是他變了 他很晚才要睡覺 第二又要上學 我覺得很無奏 我不知道怎樣幫他 OK 我第一個問 你第一句話 你把你小朋友的成績怎樣 成績都挺好的 挺好的 然後就是聽音樂 聽音樂 你得到好的成績 那問題是誰 做得辦 我覺得 這樣 你看看 剛才你的說法 跟我老婆 不是你 是你老婆 跟我老婆 一樣說完 因為我做功課的時候 因為我在做國事論文 我都是這樣的 我開著電視機做才行 聽著我問做才行 但我做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不影響他 所以 這種的 最重要的效果 他覺得在過程中 做得到的事情 效果 我不覺得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你就說 他有時候做了一些功課 是不是做作文 剛才說 是的 鍵著鍵著在這裏 但這個 這個是我們要給大家 給師朋友要明白 或者我們自己做人 都是可以這樣 通常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鍵著一件事 一邊燈一下 一邊燈一下 一邊和著和著 一邊燒好自己 我們要勉強小朋友 我們如果有物 我們坐在這邊 我們穩紈它 因為你放下一陣子 一邊再坐過來 但是要捏一個 如果不然 你突破了這個難度的時候 然後 Ber來和下 你將問題燈下去 不要醬成一副塊 因為以後 他又組成一道塊 但是一有問題 你說摸一下摸一下 放在那裡 有問題 我要突破它 上次做步做步做過它 很簡單的就是作版 譬如說我以前教的兒子都是 作品作五百個字 作文字很辛苦 想來想去 我就說我們分了三段 才來個開場題目 你才做多二百字 寫二百字比較容易 寫了二百字其實 你突破了一個關口的時候 跟著寫下來就根本沒有難度 所以由一個淺的開始 你找一個問題 你由這個方法來整理它 不要給它在那邊 如果有問題就在那邊放在那邊 燈一下燈一下 這樣變成雜誕的時候 它出來做東西 老闆給的工作裡面 它實際都加了一個項目 這個就是它的項目 但不知是否有一個項目 它剛才都差不多 不過我聽這位家族說 其實我是很替你開心的 我先恭喜你 因為你有一位很聰明的女兒 現在是現代青年人 我們也同 現在不單止是可以一生意 可以一生實用 最重要的是看效果 如果它可以的話沒問題 那作文呢 我跟吳宇剛才說 你不用擔心 因為這個女兒應該是追求完美 她不是要隨便作文 她是要考慮才寫 這是它的好處 而且無論如何新古法都好 香港的教育就不會每天都作文 假裝一次夜睡 小孩子是定得順 如果我是你 我只是一個要求 第一 如果你開收音機 或者你見到那些聲音 就不要太大聲 因為你自己聽到就好了 因為媽媽 爹地 我們都不一定會很享受這些聲音 我們都有做 只要她不要影響便 我覺得她又能夠讀 那就OK了 好 最後媽媽 最後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時間 你剛剛好多了 謝謝 李先生 剛才你一開始就說 聽到門口的家長說 第一句很溫柔 第二句開始 第三句提高八道 其實我都是這樣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我的話 小孩呢 如果是這樣 小孩現在聽不到你說話 你真的是第三句要發火 他才做的 你去洗澡 洗澡呢 你聽不到的 你還不洗澡 他就說 快點去洗澡 這樣就洗澡 如果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我已經不洗澡 如果是這樣 下次我教你聰明一點 你做句說話 我快點去洗澡 我頭那條教那麼多 你慢慢搞 你都要這句說話 你一開始就出實手段 不過我當然不是這樣說 這個我想純粹是責任 那個原理就是 剛才很多問題 就是你叫我們小孩 自己有自己的責任 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自己的負責任 自己的工作 這個就是講題的問題 我們那時候更加記憶 除了怪獸徒母資格 怪獸家長 還有另一個新約我 突然有一個 美觀特徵說話 說話 說話小孩呢 就是怎樣 他不懂得自己負責自己的東西 那為什麼他不懂得負責自己的東西 就是你的怪獸家長 就是栽培他出來 好像剛才這樣說 你習慣了他要某個壓力 某個聲音 以來某些事情他才做的 好像做功課回來 你爸爸媽媽不回家 他就在那裡玩玩玩 沒有責任去做功課 等爸爸媽媽回來 全都兇了 他就會做功課 這種就是 我們叫做殘慰 我就是叫做 conditional 我都不知道 他做成這樣 這樣的環境 這樣的聲線 他才會回應你這件事 他是一個很被動的 他聽到的陰環 他就會做了 看到媽媽的惡樣 他就會做了 或者他就這樣做 在這個條件之下 他不覺得自己的責任 這個就是想想 我們整個生活的教育裡面 是有什麼方法 我們有很多方法 比如說 生活上有節奏一些 有貴力一些 盡量鼓勵一些 好的就賺獎 慢慢慢慢就要責任到我 原來這樣做 我又成功 媽媽、爸爸又開心 又得到獎賞 那這時候他就責任了這個好的方法 自發照顧 可以不可以呢 我說100%可以 因為我兒子和女兒 是從未補習過的 他這樣說 我倆都是在工作做的 出去中國就是做的 我回來就是 師傅教我 媽媽說 我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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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去 audio 三年快開始我來的兒子 為什麼呢 我對兒子的信心 因為我覺得他們自己懂得別人 這個反而 不是說 我在這個過程 用什麼方法去處理 要去執行那個油門 要鼓勵到自己會去執行這個油門 讓我鼓勵到自己會去執行那些油門 這是更加的上衹 好 シ先生有沒有補充 最後一句說話 其實聽大家家長說 我自己覺得是很開心 因為大家很有心、很有愛心的家長 最後一句說話 中共我們互心而敵 如果我們想兒女做任何一件事 最重要就是我們給她一個好榜樣 我們想兒女是專心 我們要專心 我們想兒女是定時、定後、 或是洗澡 我們回家都會被兒女在我們身上 看到媽媽媽是怎樣做人 如果我們自己是專心的人 我們一回來我們就說 我們放工七點鐘回來 一回來我們就先洗澡先進去 其實在那裡觀察 他慢慢會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一是新教 永遠是比田教更加重要 我們希望每位班長都是身體力行 我們要求兒女做任何一件事 我們先想一想 我們有沒有做得好給她先 好嗎? 大家都試試努力 我相信你們的兒女 一定是一個快樂而成功的社會公民 我們今天跟大家講一下新問題 就是一定要保持好的親自關係 有親自關係 任何事情都可以看 沒有親自關係 你怎麼會很聰明 我問多高 多有能力都可以解決不了 你每天 從今天開始說 我這樣做 我這樣說 我這樣的態度 我這樣的方法 有沒有破壞親自關係 有沒有更一步建立親自關係 有助於我們的親自關係 這個就很方法 我說沒有親自關係 就是沒有方法 當然是我們沒有親自關係 我們就幫不到那些想像 是健康的成長 好了 希望大家也能夠 很親自關係 開心心悔 和小朋友相處 和子女都是健康的 我們想告訴大家 今天是一個體動 是在這裡的 我們學習很多的影片 可以繼續大家必須參加 我們是否有些知己 還是會發問給大家 那話聽說 我們就交給大家思考 謝謝 好 感謝兩位 謝謝 那今天 真的有很多 支持 和家長 台下 瞄一瞄 我看到那些家長 很勤力的 做筆記 那就是希望 今天我們兩位 加分的分享 就可以給大家 有一些心得 那可能呢 今天開始 一個短短的講座 其實可能想問的 想知道的東西 還要再多些 其實呢 在我們入場的時候 有一個小材料 裏面有一張 白色 正能量家長學堂 2001至2012年 2011年至2012年的一部 我們叫餐大 今天打開呢 很豐富 營養價值都很好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接下來這一年 我們這個 正能量家長學堂 不同的講座 那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 有些時間 內容 那真的很鼓勵大家 去看一看 有哪些系列的認識 想去多些 無論是親子本教 有些婚姻的關 或者講座 都會有在 那很歡迎 各位家長去報道 今天呢 我們都即時 會有一個 報名和諮詢的地方 那看到後面 有一個報名處 或者見到 我們一些 家長天使 有查詢的話 不妨 有他去問我們 簡單一點點 其實這個家長的講座 其實我們是一個學分制 每一個講座都有不同的學分 去計算 完成了這個講座 這個學分呢 其實呢 我們都會給一些證書 給我們的家長 還有呢 就是有獎勵的 有些獎勵在裡面 那麼 詳情呢 我們又邀請大家 可以再在我們 餐單裡面的內容 好嗎 另外呢 就是一個問訣調查 經過了今天的講座 希望呢 大家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 好嗎 對我們的今次的活動 內容 有些回應 田園 你們的問訣調查呢 可以交回門外 我們有同時收集 你交了這個問訣調查呢 可以有一份小禮證 去拿回 就是一個小小的心意 希望呢 大家有一個愉快的生活 今天在這裡 好嗎 還有呢 有些家長呢 就應該帶著一些小朋友 在我們的課堂 參加兒童全體活動的 他們仍然會在課堂那裡 互找人的 會有些義工哥哥姐姐看著 如果對我們的家長學問的 過程呢 有查詢呢 都可以在這裡問了 我們呢 再用回課堂去接他們 那就真是再次多謝各位家長 謝謝你 對 都要做了 我們去看 我們來看 我們去看 我們來看 我們去看